好 那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張 那第一張在Introduction裡面有跟你講這一張大概要講哪些東西 那一般的話就是你把一些電子學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 還有一些用語 先把它熟悉了解 那再來的話我們用怎樣的model 來表示電子訊號 電子訊號我們用怎樣的一個模型去表示 那另外的話信息放大器可以用怎樣的模型來表示 主要是這兩個 那後面的部分稍微有介紹到 了解半導體一些基本的特性 還有它的物理的部分 有 這部分就比較有點偏到原件物理那部分 不過相對的 在電子學講的會是比較簡單的 好 那我們在這裡指的訊號是一個 十變的一個量 以後它是會隨著時間改變 那因為我們在這裡是講電子學嘛 所以訊號的部分我們主要會是電的訊號 那因為你把訊號轉成電的訊號之後 你才能有什麼 我們的電路來去做處理嘛 那 訊號你把它表示成電的訊號主要會有兩種表示的方法 那一個是戴維寧的形式 那戴維寧的形式就是它會有一個電壓源 在串聯一個電阻 那這裡的下標S就是signal Vs of T 那它是一個十變嘛 所以它會隨著時間改變 那另外一個訊號的表示方式 就是用諾頓的方式來表示 那諾頓在這裡就是一個怎樣 電流源的形式 那在這裡電流源的形式 你就會表示怎樣 電流在並聯一個電阻 那在這裡究竟要用戴維寧的形式還是諾頓的形式 其實主要會跟你的負載還有應用有關 你用戴維寧的形式還是用諾頓的形式來表示 都是一樣的 沒有椅子的話 過去隔壁那裡推一些過來 就變在旁邊了 好 那這兩種形式是可以互換的 以後在這裡的話 你不管你的訊號源 你是用戴維尼的形式來表示也好 還是用諾頓的形式來表示也好 那理論上的話 他出來端點的特性 就是這兩種端點你接上一個負載 那他應該會有相同的電壓 有相同的電流 了解意思嗎 就是我不管接上怎樣的負載 那這兩個都可以用來表示我的電的訊號 就是你的訊號 你可以用電壓源來表示 還是用電流源來表示都可以 那對應到我接上負載之後 因為這兩個 你可以把它看成黑盒子 那我接上一個電阻之後 他這兩端會有一個電壓 那相對的這裡會流進他的電流 那這兩個應該都要一樣 所以在這邊 戴維尼跟諾頓這兩個形式 他是會有相關的 依照我們剛才的講法 我接上一個負載之後 他的電流電壓應該要一樣 對不對 那在這裡你可以有兩種方式來看 我如果把它開錄的時候 那開錄的時候這兩端的電壓是多少 就是這個電壓嘛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這個電壓就是VS 那這邊開錄的時候 這邊開錄的時候電壓是多少 那我這裡的所有電流都會流進他的內住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電壓會是IS乘以RS 所以由這裡的話我們可以知道怎樣 VS of T 會是等於RS再乘以IS 那這兩個電阻都把它表示成RS 那這兩個電阻會不會一樣 那會主要也是用剛才這樣講的一個特性來講 在這裡的話 VS of T會是怎樣 假設我現在把這兩個分開來寫 假設這個電阻你把它寫成RN好了 這是諾頓嘛 那這個把它寫成RT 那由剛才這個是我們開錄的時候 你看到VS of T會是多少 RN再乘以IS 對不對 那這是開錄的情形 那現在我如果把它短錄呢 那現在我如果把它短錄呢 把它短錄之後這裡會流過多少電流 是不是 VS除以RT 對不對 那這裡短錄之後會流過多少電流 就這個嘛 IS嘛 所以由這兩個式子你去比較你可以得到怎樣 VS會是IS乘以RT 那也會等於IS乘以RN 所以在這裡這兩個電阻會是一樣的 就你的訊號員 你不管用 戴維寧表示式來做 還是用 諾頓的表示式來做都可以 那在這裡這兩個一個串連的電阻 跟一個病臉的電阻 那他的 電阻值會是一樣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得到這個關係式 那一般你在什麼時候會用戴維尼 什麼時候會用諾頓呢 通常你的負載電阻如果是比較大的行鞋 那你會比較prefer用怎樣 戴維尼來做 因為這個比較大主要就是跟RS來比 就這個負載電阻如果比RS大 那相對的你的電壓源 比較prefer用戴維尼這樣電壓源來做 那如果是 負載電阻是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是用這個 那如果是比較小的呢 就比較prefer用電流源的形式來做 那不管你用 電壓源還是電流源 那其實他所得到的答案應該都會一樣 只是 電壓源還是電流源 他自己本身的功率消耗會不一樣 不過他表現在外面 負載這裡所看到的會是一樣 好 那這是立體一 由我們剛才講的 戴維尼等效電路跟諾頓等效電路 那我加上負載之後 那在這裡你可以看到 我加上RL之後 那這時候出來的電壓 就是跨在RL兩端的電壓 VO會是多少 會是 VS在RS跟RL這兩個電阻之間飛壓嗎 對不對 所以VO的電壓的話就會是VS在乘以RL加Rs分之RL 那一般我們會希望你的輸出電壓盡量會怎樣 因為接近你的訊號電壓越好對不對 那表示你的電壓都可以充分的輸出啊 比如當你的RL如果遠大於RS的時候 那你的VO大概就接近於等於多少 VS 那另外諾頓的這個等效電路來講 那一樣我加上一個負載電阻RL之後 那在這裡因為是電流源 所以就是看這裡流過來的電流IO 是多少 那我們知道在這裡的話 就是這個電流源IS 在RS跟RL這兩個電阻分流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IO等於IS 再乘以RS加RL分之RS 這個 這個 知道 有沒有還不會的 瘀下爽 像電機器應該有教電路學嗎 那電路學這部分應該都學過了吧 所以當RS如果遠大於RL的時候 就是訊號源的內組 如果比你的負載電組大很多的時候 那這時候你的IO大概就等於IS 對不對 好那再來我們講訊號了 那訊號的部分我們講 在我們講的電路裡面 其實我們都會把它用成一個線性化 也會把整個電路當做一個怎樣 線性電路 那相對的線性電路 它的好處是怎樣 它就可以用重點原理來去解 比如你個別的量對於電路的影響 那你怎樣可以分別去算 然後再去做怎樣 加減 那對於所有的訊號 它如果是一個周期訊號 那相對的它一定可以怎樣 經由負利A級數去展開來 得到一個怎樣 懸波這樣的一個訊號 那對一個懸波的一個電壓訊號 我們以圖這個例子來講 那這個懸波它的周期是T 那正伏呢 是大V小A 那這時候它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我們可以用這個事實來表示 有VA of T 會是等於VA再乘以3 Omega T 那Omega就是它的Angular Frequency 小頻率 它會是等於2πF 那它的單位是z per second 那在這裡的F頻率的話 就是周期的導數 那它的單位的話是Hz 好 那如果這個SineWave 它的DC值剛好是等於0 就是用這樣的一個形式表示 那一般我們講SineWave的時候 我們習慣會用它的RoomingSquare來 說明 比如剛才那個VA的訊號 它的RoomingSquare 那RoomingSquare的算法就是怎樣 你對VA of T的平方 就把它加超速達好 就是把它加 kleinenchodes confessed 梅 然後從0 whisk到t 就是它的值 那怎樣再除以 乘以t分之一 就算它的平均值 那這就是它的Room box 那這個 limited怎麼分 觸 Thus 会是等于刚才的振幅的大小 再处以根号2 好 那用zooming square 有什么好处 是不是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那讲到这个主要是 像我们 用的点 我们讲110还是220 对不对 那110、220是 Rooming square 还是VA 只有它政府的大小 还是它的军方根子 还是我们讲有效值 是不是啊 像我们一般用的点有110跟220知道了 都不知道 就像我们学校的插头大部分会是三个孔 对不对 那三个孔 有一个你去看的话它会比较粗 有一个是比较细 那还有一个圆圈圈的 对不对 那在这里比较粗的这一个孔会是 电力讯号的地线 那比较细的是火线 有地线你用焰电棒去量的话它不会亮灯 那火线的话它会亮灯 有主要的电是在火线上面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三孔的这一孔 这一孔的话就是建筑物的接地 就实际上的接地 那一般 建筑物的接地跟台电的地线并不一定会等电压 不过在这里的话通常在你在配电箱的地方会把这两个把它这样 短路在一起 就是让它整个 地电位应该是这两个 所以 就是跟地这里的话把它短路掉 那我们讲的110幅是一个 峻方根子 就是它是有效值 那为什么用这样你看这个v平方 对整个周期积分起来 那我们要看它的 功率呢 对一个负载的功率 那负载的功率 我如果 刚才是一个电压员嘛 对不对 那电压我如果接到一个电阻 那它的功率消耗是多少 是不是r分之v平方 对不对 POWER会是等于电流成电压嘛 那电流是多少 电流是v再除以r嘛 那再乘以v嘛 所以是不是会变成r分之v平方 那这个你把它积分起来 是不是v平方积分 出来就是 有效值嘛 对不对 它的平均值就是有效值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你是 很容易去得到你对应的功率消耗是多少 所以相对的在这里的话我们的va 就110伏 那它其实它的峰值是多少 因为这是有效值 有效值是这个 所以它的峰值怎样 会是有效值再乘以根号2 所以这再乘以根号2 会是它的峰值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好那至于220的 电的话 它其实是有三条线 那一样你有地线 那另外两条线就是刚好两个怎样 相位彼此相反 这个的话我们讲你110 是这样嘛 那另外一条的话跟这个是 刚好反过来 所以两个的 如果只看这两条 那这两条的 电位差 就会是差 220 好那这是一个 放波 有对称星的一个放波就是这样 我的正V跟负V是一样的大小 那我们知道这个放波它可以做 负利A急速展开来是这个形式 这个有学过了 这个公数应该有讲过吧 对不对 我们讲你任何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波 那它其实一定都可以用怎样 负利A急速去展开嘛 负利A急速去展开嘛 对不对 那展开来之后 它一定会是一个 sine Omega t 跟 cos Omega t 这样的一个组合嘛 那对这个波来讲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 这个方波是既函数还是偶函数 是不是啊 如果这边延伸过来就是这样嘛 是不是 所以你去看它会是一个基函数嘛 对不对 也就是 V of t 是等于负的 V of 负 t 所以你看它展开出来一定都只有sine的函数 Omega t 因为它是基函数嘛 所以你偶函数 一定不会有它的量 那相对的 现在我的时间走如果把它换到这里来呢 就是 t等于零在这里 那 t等于零在这里它就会变成这样 偶函数 所以 你去看它展开来一定都是这样 posine Omega t的下 好 那针对这个讯号我们把它展开来出来会是长 这个样子 就是 4 V 然后再 乘以 sine Omega t 加上 1 sine 3 Omega t 那再加上1 这样一直下来 那在这里Omega 就是它的 基函 Fundamental Frequency 那这频率就等于多少 Omega 2πf 所以是2π再除以t 好 那在这里 这个是用 十边的方式所展示出来的 讯号 也就 像我们在做 实验的时候 那试播器 所表现出来的波形 也是怎样 一个十边的一个波形 讯号的话另外一个表示的方式我们可以用平谱的方式来表示 然后它随时间辨识这样的一个方波 那如果是表示在平谱上呢 我们就是 对这个频率 来 来 去做图 因为我看这个频率的下 它的正幅是多大 那这样的话 在平谱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像这样子 因为在Omega 0这一点 它的正幅是多少 它的大小是 4分之4V 那在3Omega 0这个就是多少 3分之1 再乘以4分之4V 那一直下来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 基频的话 它的正度位是最大 那相对的怎样 就地次下来 那它如果是一个很纯的放波 那你看到就只看到这些peak 就是它的基频 跟它的 怎样 斜频的部分 那相对的如果本身你的频率 不是那么纯的时候 会有一些怎样 就会有一些频宽 因为我的频率可能怎样 这个时候刚好是等于t 那下一个可能会怎样 t再加上一个delta t的时间 还是减少一个delta t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 它出来的频谱就会怎样 就不会是刚好一根线 而是怎样 会稍微 展开了 就在 其他频率的地方就会有一些分量 好 那 不说 好 那这是一个任意波形的一个讯号 那相对的你如果用十遍来表示的时候 它出来会是这样子 那这个一样你可以用负利A转换 把它换成平谱的形式 那换出平谱的形式有可能就是会长这样子 比如它在任何频率的话大概都会有一些分量 那相对的分量的大小就是看你的讯号的周期 主要大概是在哪个地方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讯号处理的部分 那一般像我们讲 我们现在研究主要是你研究一个电路要去处理电的讯号 那这个电的讯号 通常你在自然界所得到的一个讯号 会是怎样 会是一个连续的一个讯号 比如像声音 还是一些温度的变化 那这些它会是一个连续的讯号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内比的讯号 所以内比的讯号就是它可以是任何值的大小 就是它的值会是一个连续的 那内比的讯号你在处理的时候 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杂讯的感染 所以你如果要对讯号做处理 就是要做储存 还是要做传送 那比较好的方式是把它转成怎样 数位讯号 那数位讯号在这里就是用怎样 用01来代表 那在这里可能会是 二值还是多值的数位讯号 那一般我们 讲的大概都是讲到二值的部分 那我们讲你自然界得到的是类比的讯号 那相对的你如果要做处理的话 你可能把它转成 数位的讯号会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需要把类比的讯号把它 转成数位的讯号 那对类比的讯号转成数位的讯号的方式 大概需要这些步骤 以后在这里就是你去感测类比的讯号 那这个大概你需要可能电路你需要一些 Sensor 还是Hator 你去得到把这个讯号转成电压的讯号 然后做放大 然后再过来你需要对这些讯号把它取样 那取样完之后就把它 量化 那矿态接讯就是我们讲你本来是一个 类比讯号吧 那你现在要用 数位的 符号来表示 就是把它表示成数位的一个大小 所以相对的你经过Sample 跟矿态接讯的话 那它就会变成Decreased Tisation 在这里本来它会是一个连续的一个变化的讯号 那你去经过取样之后 它就变成分段 就像这样子 本来这个 自然界的讯号是一个连续的识变 对不对 那你需要去做取样 那相对的取样你不会怎样 你取样需要有一些时间嘛 所以相对的它就等下 会是在某个时间点 取到这个值出来 就像这样 就取样之后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Discrete的一个量 那这些量你再把它量化 量量化的话在这里 就是你现在变成用01来表示它 那在这边你可能 我们如果说把它换成01 那我们如果假设大于0 就是在这里正的就是1嘛 那负的就是0 所以你把它量化之后的话 它出来就变成 这个可能不止啊 这样 大概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量化完之后出来的话就变成数位虚套了 那在这里你去看 本来我类底的讯号它会有很多值嘛 对不对 很多不同的值 那你经过量化之后 你就是只用01来代表 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样的话你量化的话就会产生了 误差 那这个误差的大小主要是要看你 位元素是多少 那在这里你如果用01就是只有一个位元来 可以做判断的话 那相对的它的差异就会是 最大会是这个正的1分之1嘛 还是负的1分之1 以后在这里的话 你看这个稍微大一点点 你可能就把它试做1了 那稍微小一点点它可能就试做0了 所以本来可能这两个的差其实只有一些而已 但是你经过量化之后它会这样 差异会变大 以后它的误差会变大 那这是量化的一个误差 以后你做量化之后一定会有一些 误差出来 那对于一个Manager的System 在这里的话就是这家数位的讯号了 那在这里早期 二进位数位讯号大概用0跟5V来代表 然后0的话代表0 那5的话代表1 那现在比较先进的电路里面 即使它的电压越做越小 那相对的 0可能还是0 那1的部分可能会是到多少 到1.8V还是3.5V 就是看你的那个电压系统是多少 好 那我们要代表一个数位讯号的话 你可以用N个bit来代表一个值 如果你的一个数值低的话 可以用2V0乘以2的0次方 加上V1乘以2的1次方 一直到Vn-1乘以2的n-1次方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数字 这个数值的话 用Nbit的这样的一个位元来表示它 用你储存的话就是储存 V0到V的n-1 这些位元 那这里面的位元的话 V0 它 乘方是2的0次方 由V0如果错误怎样 它产生的误差是最小的 然后这个位元相对于其他的位元来讲 怎样 它是最不重要的 所以它是 List Significant Bit LSB 那这里面Vn-1这一项呢 它的 成倍率是多少 2的n-1次方嘛 所以 在这里 这个位元它会是最重要的 Most Significant Bit 这位元如果 错误的话 它相对的怎样 你误差就差了多少 2的n-1次方 那一般 类比数位转换器就是 它会把类比讯号转成这个数位讯号 那这数位讯号究竟需要几个bit 就是看你系统的一个需求 像我们荧幕显示 你们现在都用几bit 32bit 对不对 现在它就是有怎样 一个 相位 像素 它就有32bit 来代表 它的颜色 那早期的 荧幕可能就只有16剩 后来256剩 慢慢改变 那相对的 你的 bit数越多 那你需要的这个 ADC的 准确率就要越高了 你的数值 它可以把它量化出 32个位元素嘛 还是量化成 你如果是256射的话 大概就怎样 就只需要8个bit 那相对的怎样 它的 解析度 32bit 就会比8bit好很多嘛 但是32bit 你需要储存的资料量 就会是8bit的 是吧 4倍嘛 所以相对的 它储存 需要的量就会比较大 还是你存放这些资料 所需要的空间 也会跟着变大 好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